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本次給各位朋友帶來的是 火雞之光無限的技能與天賦系統 以及傷害測試系統介紹 希望這次的介紹能讓各位觀眾 能更快做了解 火雞之光無限這兩個主要系統 好不多說 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首先來談技能 每個角色能當五個主動技能 跟三個被動技能 一開始不會全部開給你用 會隨著能量值達成慢慢開啟 能量值如同右上所示 點下能量旁的尖號可以得知 能量值的來源是從等級跟裝備來 遊戲前期裝備還在低等時是沒有能量值的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我除了角色等級外 沒有其他能量值 這邊我用高等的帳號給大家看看 如果裝備帶有能量的狀況 就會如同畫面所示 除了角色等級之外 其他裝備也會提供能量值 裝備這邊可以看到 若帶有能量的裝備 在等級下面會有能量值的數字 若是沒有能量值的裝備 就不會顯示能量值那行 那怎樣才會得到有能量值的裝備呢 就是裝備等級到一定程度時 就會開始掉落 但能量值是隨機的 要達到高能量值的裝備 還是得靠運氣 像我這兩個頭盔名稱是一樣的 等級也一樣 左邊的能量值是17 右邊的是30 能量值就不同 所以能量值的桌寡 就一切靠運氣了 每個主動技能又分成 一個主動技能跟最多5個輔助技能 主技能就是主要的輸出技能 這個技能可以隨意更換 按下更換後 可以從背包裡面選擇要更換的技能 如果背包沒有可以從商店買 從商店買無需任的支援 唯一有的就是等級限制 在商店裡不管哪個英雄都能買到全部的技能 若等級到55級 你要讓法師裝旋風戰也是可以的 只是可能會弱很多而已 因為技能眾多 要找到想要的技能不容易 所以遊戲中還很貼心的設定標籤篩選 例如我想找冰系技能 就按下冰人標籤 就可以篩選出想要的技能 而且標籤可以多選 若我想要找冰人的法術 在移選冰人的情況下 再按下法術 可以看到塞水出來的項目變更少了 就更容易找到想找的技能了 接下來示範一下買技能更換 若我想買冰環術 就選擇冰環術之後購買 購買完就會出現在左邊的背包中 選擇後按安裝就更換技能了 非常的簡單 也無需擔心志願不購買不起 再來是輔助技能 在外圍的小圓就是輔助技能 最多可以開到五個 顧名思義就可以安裝一些輔助類的技能 例如增加傷害、增加範圍等 按下更換一樣是進入商店 這邊商店看到的就都是輔助類的技能 輔助類的技能就得看主技能的類型去搭配了 若是錯誤的搭配 就會沒有效果 例如召喚技能或者是加buff的主技能 若搭配範圍擴大 那就一點用都沒有了 因為這兩招都不是範圍技 或者是兵技能裝火屬強化 就毫無強化 怎麼搭配才能形成強力流派 就是這個遊戲有趣的點之一 這就等開埔後 有帶各位玩家多多發覺啦 接下來談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就是可以裝一些不用手動釋放的技能 例如增加傷害、加速回血等 但被動技能跟主動技能不同的地方是 主動技能安裝除了等級之外是沒有條件的 但被動技能是有額外的條件 是所謂的魔力封印 如技能說明中可以看到 這招寒冰加持 魔力封印為25% 也就是你裝了這招之後 會少了25%魔力上限 如畫面下方所示 我原本最大魔力值147 被封印了37 那就剩110 跳回畫面就可以看到 我人物藍條就剩70% 如果關閉這個技能後 再回到遊戲畫面 就可以看到我藍條回到100%了 所以這邊要提醒的是 如果被動裝的太多 可能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可能會超過封印上限不給裝 假如已經封印80%的魔力了 之後還想裝一個封印25%的被動 就會裝不上去了 第二個是 魔力封印太多導致技能放不出來 施放技能是需要魔力消耗的 有部分的技能需要消耗的魔力較多 我就有搭配過魔力封印太高 導致剩下的魔力連一發技能都放不出來的問題 或者是雖然放得出來 但回魔太慢 技能無法連發需要等回魔的問題 所以如果合理的搭配 也是玩家需要思考的難題 接下來談輔助技能開啟需注意的事項 每個主動跟被動技能 最多可以開啟各5個輔助技能 但開啟輔助技能也是需要能量值的 按畫面右上的藍色按鈕可以看到 目前各技能的輔助技能開啟狀況 跟每個輔助技能開啟需要多少能量值 這邊可以看出 每個主動技能若要開啟5個輔助技能 需要175能量 被動技能需要185能量 這邊用簡單的數學可以得知 若要全開需要1415能量值 前中期要全開是不可能的 所以需要有所割捨 這邊就要思考 是要把單一個技能全部開完呢 還是分商到各個技能去呢 這就是玩家需要思考的地方了 這邊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若是點他一個新的輔助技能後想換掉 可以在這個介面上點選要換掉的技能 這邊就可以做增減 可以把想換掉減掉 到想要加的技能上加上即可 非常的方便 也不用怕點錯退步回來浪費能量 技能系統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談天賦系統 天賦系統是一開局沒多久 就可以選擇基礎天賦版 之後20級開第二塊 45級開第三塊 天賦技能沒有板定職業 6大塊天賦都可以練英選 非常的自由 點擊其中一個天賦 會顯示那個天賦主要加成的項目 像知識之神就是以法術跟冰冷為主 征戰之神就是以機率跟物理為主 若想要知道細部加成什麼 可以點方大鏡圖示金去查看 可以一個一個看該天賦加成什麼屬性 選擇好之後也能按左下角的總覽 回到天賦列表慢慢查看 決定之後就可以開始點天賦點 每一集會給一點天賦點 該命版天賦點到10與20時 還能點大天賦點 若發現天賦點錯 可以隨時退回 還可以把整個面板全部清空重點 甚至可以把天賦面板重選 而且值得高興的是 75之前退回是無需條件的 想退回就退回 想輕功就輕鬆 想重選就重選 75級之後才需要花資源 基本上到75級之前 已經有很多時間可以測試BD了 不用像其他遊戲一樣 擔心一點錯就沒得就得重練 或者是需要花大錢買重置道具的 這樣就可以很安心的測試各種天賦點法了 有些人會說技能跟天賦這麼多 看不懂好複雜 或者是不想自己研究怎麼辦 這邊教大家一個好方法 遊戲中有一個很好用的系統 叫做英雄榜 英雄榜內有各種統計數值 在英雄的部分可以選擇要看的那隻英雄 可以看到大家都裝啥技能比較多 技能也可以選 看這個技能大家都配什麼輔助技能等 下面還有裝備、天賦、特性等 這是前伺服器的統計 可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技能比較多 來當作參考 假如懶得一個一個看 還有更簡單的 選了英雄之後 右邊的大神配裝 會把該英雄 目前伺服器等級前幾高的資料列出來 因為目前還是封測版本 所以列出的資料不多也不起 因為大多角度是遊戲公司創出來測試 而不是玩家玩出來的 等到正式開服就會比較齊全 針對想開的玩家資料 點進去可以看到配裝核心技能 天賦、特性、選擇等 偷懶就直接造超就好了 若怕人太多下次找不到 還可以按收藏 選右上收藏的標先 就可以直接點那個玩家的資料 直接進去看 非常的方便 造超之後 若要知道好不好用 就搭配接下來要講的另一個便利功能即可 最後來介紹遊戲中一個便利的系統 當設定完一組新的技能跟天賦時 因為是沒用過的組合 不確定是否好不好用 若要去打怪測試 因為畫面跳得很快 不容易看得出來傷害是否變好 遊戲中有提供一個測試的地方 來到避難所的左下 找到這個無敵二號光力源 跟他對話可以選擇四種等級模擬 選其中之一後 就可以拿旁邊的無敵二號當作測試機用 對其攻擊後 就可以看到傷害統計 就可以測試現在裝的這個組合 輸出有變高或變低 這是我在其他暗類類遊戲沒看過的機制 可以很直觀看出傷害一樣 這邊真的要給火炬之光無限一個讚 非常的好用的便利 非常的不錯 火炬之光無限技能與天賦系統和傷害測試 就介紹到這 再次提醒大家要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便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教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並歡迎大家來我的遊戲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 等你來喔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